是陳佑寧 歡迎收看華視晨間新聞 早安先帶大家來關心天氣了 今天開始這個東北季風增強 北部跟東北部將會轉為濕涼 我們從溫度來看 北部大概是十九到二十六度 中部大概是十九到二十八度 南部大概是二十一到三十度 東部是二十到二十七度 所以整體看起來 中南部日夜溫差是滿大的 但是白天的清晨的低溫 還是滿低的 那我們透過雨區預報來看 今天降雨方面 主要還是在桃園以北 跟這個東半部地區 會有一些零星的 開始會慢慢下雨了 其中尤其是在東北部地區 可以看到基隆北海岸一帶 陸陸續續晚上開始入月 開始下雨 容易會有局部大雨發生 那麼桃園以南 多半還是這個多雲稻晴的天氣 小丁丁就提醒大家了 今天開始北部東部 越晚會越來越濕涼 但是到了明天 北部東部又會再下降個 一到兩度 高溫可能在二十到二十二度之間 而週六的下半天 中南部也要開始變天轉冷了 夜間的低溫恐怕只有十六十七度 請大家要記得多穿一些 以免著涼了 以上是這一節的氣象時間